嗨大家好,我是苏苏,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电影《毁灭战士》灭绝。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已经成功在火卫一建立了实验基地, 而贝图格博士作为该基地的负责人正在研究一种特有奇怪符文的门。 这种黑色的门一共有两块,而一经启动便可以完成跨时空的瞬间传送。 在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后,博士决定它是第一次人类传输实验。 虽然测试人员从地球被顺利传到了火卫一,但它却出现了某种不良反应。 而为了不让自己多年来的心血复之东流,博士决定铁而走险, 自己充当实验者重新进行传送实验。 一切准备就绪后,博士便信心满满地走进了门内。 但这时,电路却再次发生了故障, 实验室也在这次意外中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与此同时,一艘运输船即将到达火卫一, 而他们此行的目的便是运送一支特战队到达实验室进行安保任务。 随着四个月的航行结束, 所有队员都在人工智能的呼唤下苏醒。 可当飞船按时到达火卫一后, 众人却发现实验基地竟然没有任何回应。 而由于总部也无法与基地建立远程联系, 总部便希望小队可以进入基地查明情况, 并让断联的基地再次上线。 作为首次离开地球的科学家, 司通提前研究了有关基地的所有资料, 因此在他的建议下, 小队决定通过升降坪下的紧急入口进入基地。 可当驾驶员摩根将飞船与紧急入口对接时, 飞船却发生了断电情况, 而随着飞船的再次启动, 准备继续操作的摩根竟然发现飞船产生了轻微的静电问题。 在进入基地后, 司通发现电力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 目前备用电力也仅剩2%。 而在普通情况下, 备用电力启动后应该会有72小时的使用时长, 但现如今的电力系统刚刚启动一小时, 便只剩下了90分钟。 如果不及时修复电力系统, 反应堆核心融毁的防护措施就会失效, 届时核爆炸将直接摧毁火卫一。 由于情况危急, 司通便建议先找到核反应堆检查, 看是否能恢复电力。 得知此事的队长思索片刻后, 便让一组人掩护司通去检修核反应堆, 另一组人则跟着穷去寻找启动系统的服务器。 可到达地下二层后, 众人却在拐角处看到了一具士兵的尸体。 除此之外, 尸体旁的墙面上还被人用鲜血写下了几行苏梅尔文字。 在人工智能代息的翻译下, 众人得知, 这段文字的大致意思是, 属于我们的东西将被收回, 神也逃不掉, 这让原本就提心吊胆的队员们更加精具。 另一边, 驾驶员摩根为了早久擅自离手, 系统则突然自动修改了导航信息, 并将错误的地图传给了队员们。 随后, 众人开始按照错误的地图前进, 而与琼一组的李发现了黑暗中掠过的身影, 于是负责殿后的他选择跟了上去, 可他很快就遇到了跟过来的哈里, 而在两人一起搜查时, 继续前进的另一名队员发现了一个正在俯身撕咬尸体的诡异身影, 遭到袭击的他随即被对方扯断了喉咙, 赶到的文思洛则在惊慌失措之中, 举腔将怪物击毙, 纹身赶来的琼看到了现场的惨状, 他检查过怪物的尸体后发现, 怪物竟然是基地的一名科研人员。 此时, 队长一行人在前进的路上遇到了几个幸存的研究员, 和女研究员还没来得及向他们解释, 类似僵尸的怪物便将它咬死。 而更糟糕的是, 随着数据被篡改, 两组人马失去了联系, 面对越来越多的怪物出现, 队员们只能在昏暗的基地内展开枪战, 虽然它们有先进的武器, 但怪物们不停地从各个角落冲来, 而打光了所有子弹后, 琼只能拿起一旁的电锯继续战斗。 可他很快发现, 这些怪物其实都是实验室的科研人员。 在一番惨烈的战斗后, 伤亡惨重的队员们终于会合, 而负责电后的队长为了保护大家, 最终被一群怪物深深咬死。 悲愤交加的琼随即逼问思通真相, 思通则表示, 自己只知道基地找到了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此时, 另一名队员带着幸存的贝图格博士赶了过来。 起初, 博士不愿透露基地的情况, 但在琼的逼问下, 他还是说出了实情。 原来, 由于地球资源不断枯竭, 政府便希望能尽快移民新星球。 而在多年的寻找下, 博士竟然在地球和火卫衣上 分别发现了建造于7500年前的门。 考虑到这些外星文明遗留下来的门或许能进行空间传送, 人类便围绕门建立了试验基地。 可当博士发明了启动门的钥匙并开始实现空间传送后, 门里竟然出现了恐怖的外星生物。 琼听闻立刻决定舍弃基地返回地球。 虽然博士强烈反对, 但无人保护的他也只能跟着大家一起离开的基地。 此时, 摩根发现飞船出现了故障。 可就在他准备起飞时, 人工智能带兴却切断了飞船的电源。 摩根也随即被外星生物杀死。 而时刻保持激紧的琼回到飞船后, 很快就发现了摩根的尸体。 可他还没来得及通知队员, 突然出现了外星人便将他击倒。 待在基地通报的队员们听到了飞船里传来的枪声。 一名士兵刚想上去一看究竟, 便被外星怪物撕得粉碎。 除了坚硬的皮肤外, 这些外星生物还能发射火球。 而随着几名士兵不幸丧生, 琼也被外星怪物暗倒在地。 可在转化的过程中, 琼却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片段。 此时, 一名研究员牺牲自己帮琼引开了外星怪物。 琼这才迅速起身将怪物击杀。 虽然大家最终赶走了飞船上的怪物, 但得知飞船无法起飞后, 它们再次产生了争执。 博士则趁机建议回到基地重启核反应堆, 使门重新运转, 这样大家就可以从门瞬间返回地球。 而由于备用电源即将耗尽, 整个火卫一也会被彻底摧毁。 琼便决定返回基地放手一搏。 可在修理反应堆的过程中, 博士竟然开始挑拨琼和队员们的关系。 而眼看反应堆被成功重启, 他又趁着大家不备, 一刀捅死了知道实情的女助手。 在被博士反锁在动力餐后, 众人再次遭到了外星怪物的袭击。 随着所有队员毙命, 琼和活下来的思通也决定合力铲除叛变的博士。 而在女助手弥留之际, 琼得知博士就躲在地下四层的实验室, 并从女助手手中拿到了实验室的通行证。 为了能与外星人对抗, 琼又找到了美国政府最新研制的激光枪和等离子手雷。 可在等电梯时, 数于防备的思通却被突然出现了外星人带走。 琼则消灭了身后的外星人, 并最终来到了地下四层。 而穿过布满尸体的走廊后, 琼再次见到了准备启动门的博士。 可就在他威胁博士驻守时, 变成怪物的思通却突然出现。 博士则一边启动门, 一边得意洋洋地宣称, 地球原本就属于外星人, 没有这些外星人, 人类甚至都不会进化。 而他现在就要归顺外星文明, 将地球物归原主。 无奈之下, 琼只能忍痛杀死了思通, 并立刻开枪击中了博士。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倒地的博士竟然又站了起来, 他撕开上衣露出了被外星人转化过的身躯, 并用神秘力量将琼推入了门内。 而从水中醒来的琼分离上岸后发现, 自己已经被传送到了外星人的领地, 这里竟然与他在幻觉中所见的一模一样。 不知所措的琼很快遇到了外星人领袖, 并被对方瞬间打倒在地。 此时, 琼才得知, 在外星人眼里, 人类就是宇宙的瘟疫。 当初, 他们错失了消灭人类的机会, 而现在, 重启的传送门让外星人可以再次返回地球, 并将人类彻底灭绝。 眼看无数外星人在领袖的召唤下冲向了传送门, 琼便奋力捡起了手边的激光枪, 并一枪将外星领袖消灭。 随后, 琼又越过燃烧的熔岩裂缝, 来到了外星人领地的门边。 而借助等离子手雷爆炸的冲击力, 他冲入了传送门, 并很快回到了地球的传送基地。 虽然来不及解释的他赶忙命令负责人将门关闭, 但对方却执意要等博士返回, 并让安保人员为他注射了镇定剂。 而在琼即将昏迷之际, 传送门竟然再次运作了起来, 基地内也随即响起了外星怪物恐怖的嘶吼声。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